每每交流,同学们常常会掏出手机,添加微信好友 团里不少同学的通讯录上都在人数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大家相约,一定要争取早一点再见 一家人就要常来常往 应马英九基金会邀请 37位大陆无所高校师生于7月15日至23日在台湾开启参访之旅 这是三年多来大陆高校首次组团附态交流 7月24日,回到北京的师生分享了所见所想 在学生们眼中,九天时间里 师生团所到之处总能感受到台湾同胞在细微之处给予的温暖感动 接受采访时,我顺嘴地提到说喜欢吃凤梨酥和麻薯 于是我们全团的行李当中便多了很多各式各样包装的小甜品 一家饭店的老板得知要接待我们 特别地从上海运来了祭菜 亲手地包制了,擀制了饺子皮 为我们端上一盘盘地道的水饺 夜市里,老人家听说我们来自于大陆 激动地和我们合影留念 一群大陆学生到了一个餐馆里 那个老板一看是大陆来的同学 赶紧说加两个菜免费 当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故事 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类似的场景在我们身上 在这一次旅途中一次又一次重现 比如说大稻城的奶茶 比如说夜市里的烤玉米 它可能简单的就是一餐一饭 但是这背后传递出的是几十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两岸同胞之间 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这种深厚的情感和连结 此次两岸青年不仅共同打卡众多地标景点 也有机会同奏民乐,切磋球技 在感受共同民族记忆的同时 也通过文体桥梁增进情感连结 因为很多同学都会讲到说 可能我小的时候有打过乒乓球 然后或者我的家人非常喜欢乒乓球 所以今天我一定想要和你拍一张照片 回去给我的父母看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些联系 都是虽然是很细节的 但是能够让我们看到 其实这是我们双方特别好的一些开始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 我和两位同学即兴合奏 沧海一生笑的片段 我们虽然那一天早上刚刚认识 但是我们的这种默契 其实也很快地让说在场的我们建立一种心灵 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这种勇气和温容 交流中两岸青年发现了不少共同话题 对彼此有了更全面立体的认识 同时也有很多老友重逢的惊喜 不少学生再次见到了 曾在三月随马英九先生 到访大陆的台湾学生 他当时也来武汉大学进行交流 我告诉他我是当时有不答问题的那一位同学 他跟我说是吗那我就是当时提问你的那一位 我真的觉得特别开心 我终于就是有一种重逢固有的感觉 除了比较平整的天气呀交通呀风土人情这些 我们最常聊到的一个话题其实是我们的籍贯 参访中不少大陆学生给台湾的媒体和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学生们也希望以实际行动继续回应两岸的共同期待 确实是这一次我们到台湾受到了台湾媒 然后以及大陆媒体特别特别多的关注 然后回到酒店看新闻甚至都是能刷到自己 其中我觉得有一个片段 就是大陆学生85秒论捷安特自行车展览馆 与台积镇创新馆的不同 在吃饭的时候也有些老师朋友会说 你就是那个85秒论不同的女孩 我觉得通过这个也能够反映出台湾媒体 台湾同胞对于我们的关注 对于青年人的重视 对于我们的好奇 我们青年的同学也可以把自己更多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和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85秒出现在两岸的头版头条 九天八夜的台湾之旅 很多同学都意犹未尽 而交流也不会就此画下句点 两岸青年相约下次相见 也要将双向奔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那就像我们队里的一位小伙伴说呀 他说我们来台湾做客人的感觉很好 但是做家人的感觉更好 在欢送晚宴上 我们最后大好唱了一首歌 是张真月的《再见》 我会牢牢记住他们的脸 我会珍惜他们给我的思念 这九天八夜的行程 在我的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 期待和大家的再次相见